由于火岛腿脚不变 就有补个脸帮他抽啊 好不好 好 我帮你抽 火岛的位置是 5号A的中间 来 继续抽你的 4号 1号 3号 28号位置 孟禄小姐 需要帮你抽一个 是 需要 7号 7号 超人爱就自动排到了6号的位置 那么进行坐次的调整 现在开始第一轮的讨论吧 第一轮我不讨论 让你们一张 第一轮其实没啥好讨论的 第一轮直接开始吗 你前三个就是 的确没必要想太多 第一个选太未知了 在前之外 前之后就很亏 我们后面三个很重要 反正最起码在前 咱们现在是相对 很有出口选的 就我们能看到别人的结果 也在选择 是关键他们会撒谎 就我们现在商量一下 我们现在都撒谎 我看他们这么扔 上来就撒 万一没拿到 然后就就付了 我扣不了 我不撒谎 行 我就不撒谎 我就坐这也不动 一起聊 我现在跟夏佳聊 我跟夏佳搞的关系现在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只要前面友谊方是没有的 我们后面四个投一个 其实就得分了吗 对吧 万一一个人 骗了之后 咱就爆了 你这么说就爆了 就我觉得 就一定得是三个人 那肯定是我们三个 各自为战吧 想好的人可以直接开始吗 那你第一个 当然可以直接开始啊 那我就开始了 OK 我选择的是 男一号 是要选男一 我感觉 是的 那必须 他是有这个想法的 是 那那随便 那我随便发一个 我就点逼眼镜 我选的是 男二号 说得谎要吹一千根均荣 好 我选的是男二号 哎呀 好紧张 我想听大家 大家希望我选男一号还是男二号 大家希望你选反派 大家我喜欢选反派 反派是一个剧里面的精华 你想给我放置在边缘是吧 哎 我有个问题 为什么反派很少人选啊 因为是这样 就是只有在他俩评票的情况下 反派才能拿到票 除了反派自己以外 谁都不希望男一男二个评票 就是很难达成这个 除非前面骗啊 或者他跟其他人结谋 好了 我选的是男一号 因为不想当男一号的男二号 不是好男二号 你要男一了 怎么办 你要怎么办 你要跟他们一起冲男一吗 冲男一 冲男一吧 咱先确保 把男二号干掉 每次中间的位置呢 有点决定那个方向 假设后这位结盟 一个人说你把他顶爆 但冲爆很可能让那个 龙套那个获利嘛 那我先把龙套占了 因为龙套如果人多了 我先把这个位置占了 我先把龙套占了 好主意 因为龙套如果人多了 收益就会显著下降 我先把这个位置占了 跟他俩 是不是可以 明票 好 800个新颜子 其实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 对吧 我没答应你啊 你想商量一下吗 就不在 主要我也信不过你 你自己来吧 你自己看吧 霍老师 哎管他的就是 好 我先的男二 顶拼 我不确定他 他刚才给我的提议是 让我们两个都说去拿 但是吃男一 这样就是你们不敢吃男一 然后我们就一人拿一票 但是我现在 我跟他说我不跟他合作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骗 但我觉得 石坦 我刚才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们三个能 就是互相信任的话 现在一定不会报 现在 现在 现在到咱们这才会报 因为就咱们的选择 才会导致一个车爆掉 他俩如果没撒谎的情况下 反正我们两个人去男二 保证拿男二 但我们也有两票 但如果一个人说谎 吃了男一的话 我们现在打平了 所以另外一个人得去反 反他就没人了 这一个人能拿四票 那就赚到了 那就绝对赚到了 不管这后面怎么分 再说 嗯 是的 就是两票和四票的区别 就十个虎 如果都骗人 他俩如果都在这里的话 那就认 他俩都骗人 我没办法 那就认了 好 来吧 我选择男二号 还真这么搞了 虽然我是女医 但是我这次选男二 那 我去 反派 好 现在进入 第一轮公布环节 大家需要按照 逆序 进行依次的公布 你选择的真实身份 本轮由八号开始公布 一号玩家结尾 好 现在由刘海同学 我去的是反派 我去的是男二 我也去的男二 我也去的男二 我去的龙套 丢丢 我也去的男二 poder 骗你啦 我去了男一 又来一下 吓死我了 刚刚笔差点扔出去 我刚在里面甩个嘴脸 我选择男二 没骗 我不会骗人 骗人太不划算了 对 我男一 本轮未扣除通告单 本轮通告单的获得情况为 选择男二的人 每人可以获得一张通告单 现在开始进行第二轮讨论 时间为15分钟 即时正式开始 怎么说虎老师你有啥想法吗 大家都可以找你聊 对你是八号位 你是最后一位了 你现在话语全最大 决定权 找我们 找我们后职位的 咱们是后职位 来 来 怎么聊 你跟后面的聊什么 他们很大话语全了已经 聊一聊吧 我们过来聊一聊吧 你是最最后决定游戏走向的 嗯 比如我先前队把龙套占了 然后你就扶着把它顶爆 嗯 如果我的收益超过 比如大于等于二 我扶你一下 你看吧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看看你 我是最后一个吗 对啊 所以啊 有两种 一种是拉抱 一种是拉平 就如果有 有谁可以前阵位拿个反派的话 我可以到时候把那个位置给补平的话 那就再分我一张卡吧 就是反派 他不一定能等到那一个 打平的那一天 反派胜利的概率很小 再加上场上有说谎的可能 我们没办法 现在就跟草纪帅达成交易 只能边走边看 孟晨姐不记住总排名是吧 不记住 你也不记住啊 我也不记住 那不得就找你聊吗 那你可以当我们的工具人吗 不能 都是管 我也是分 谁还不是分论 对不对 哦不对不对 他们最后可以把分给我吧 我们我们我们要就交易才给你 你不可能 不可能把不能直接我给 对不对 这可以商量对不对 我反正第一个我也不商量 你商量一下嘛 我不商量 你如果不准备商量 我就建议你选龙套 龙套会就稳定收益一点 那我也选龙套 你牙儿是龙套 可以啊 看他们咋玩啊 第二轮发言环节 将由实力派进行第一个发言 好 交好了 我的选择是反派 他选择是反派 嗯 你们你们刚刚聊了出来这个东西 是不是 一个反派 是体现一个演员演技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真的要吐了 他选反派怎么办啊 哈哈哈哈 他选反派相当于你就是一号位了 对你就一号位了 你压力就更小了 对啊 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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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的是男一 你也跟着男一的 为什么 你又没跟我聊 哈哈哈哈 吃醋了 怎么还生气了 还生气了呢怎么看 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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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要选这个龙套 这三个人选个男二 下男二 那男二就拿下了 那咱选男一呗 好男一 我说男一 对 他可以直接来男二 我们四个人不是正好一个人一票吗 对 对不对 嗯 那前面你确定没有人或谁 但因为前面没有出现任何一个男二 他自己投一个男二没有意义啊 那就去男二呗 但是得拉好那个团旗 对 恩琪 想要一票吗 有什么想合作的吗 你可以说一说 我们四个去男二 你同意吗 不同意 这样做的话 恩琪你投男一 这样让男一男二打平 然后把 我再分你 然后咱们再分好不好 咱们再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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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呀 你怎么提个建议以后 然后就要来拿一张票了 对 这个建议就值一张票 你和曹这一轮想把独立派 想把它榨干 行 我就榨干他这辈子 但我 但我用一辈子来补偿他 好吧 哈哈哈 好不好 好 我用我的一辈子来补偿他 小文化 我们还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做的 这就是在行李箱的